LioLio刺激,天天榮幸,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朝鮮人對場波西密亞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3的索科特拉島 軍閥3的比賽他們都是九村開局的 所以一開始這張地圖也是非常迅速的 索科特拉島跟一般的索科特拉島不太一樣 畫面是有這個湖的 所以如果是想去那邊捕魚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捕魚呢也只有這個小的香龜可以吃 並沒有大魚 所以整體來說外面捕魚的經濟效益可能並不是這麼優秀 而且這張地圖中間常在打架很快就開打了 所以如果前期投資太多的碼頭在這個海上 算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 所以就要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這張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大魚的出身點位9點鐘方向的是朝鮮人 朝鮮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劍塔會自動升級 而且挖石頭速度特別快 所以空地圖來說朝鮮人是非常優秀的一個文明 節奏速度很好 而且他的弓兵鎧甲是可以免費給的 所以他不管是要出戰毛兵或是強弩馬戰車 都有這個天稱的弓箭鎧甲的效果 防衛是非常好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最大的特色是在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發化學 也就是可以產生火槍兵 甚至也可以讓自己的強弩 讓自己的弩兵多加異攻的傷害 波西米亞人他的挖金挖石都是免費的 所以到城堡時代自動就送挖金挖石技術 非常優秀 經濟會很好 而且他也可以在修造院裡面 點一下東教狂樂跟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村民的血量 好那這邊兩邊洛馬互打一下 看起來Hera血量稍微劣勢 這邊再拖個一刀 兩邊血量快要平衡了嗎 這邊你想要補個一拳 但被卡到沒有機會 這裡有一隻斑馬 順便趕下斑馬 拉一隻村民去後面 這一隻村民給到這隻洛馬 有一點壓力 這一個斑馬可以推回去 那這些斑馬應該是被潮水人安迪哥給解掉了 應該是拉個一村全部過來射死 所以現在Hera只能這樣子 好讓安迪回去趕自己的路 現在自己的路完全沒事 這也不是路了 鴕鳥跟斑馬 這裡推這個斑馬 推到好像有點歪掉 往上推回去嗎 還是要往回推 往回推也比較好 那波西米亞人 在這種地圖來說 可能前期還是要盡量圍死 那封建時代也可以出一些毛兵作為防守 但他最重要的東西 還是城堡時代的城堡 轉出戰車單位 所以Hera這邊能守住自己的重要資源點的話 那對他的後續的發展 會比較有明顯的增長 如果守不住這些礦點的話 波西米亞後期 即使有城堡時代 可能也會很難打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吃驚的文明 還有這個需要石頭的文明 那朝鮮這邊也是 黃金跟石頭都是缺不可的 要是要這兩個資源才可以把自己的文明特色 在城堡時代打出優勢來 這邊洛馬兩邊要互敲嗎 安迪的血量怎麼好像開始跟Hera一樣 兩邊回頭互打 這邊拉了一個村民 摸摸一下這邊想要找高地 回頭再一刀 安迪直接拿下Hera的赤猴 不是村民 安迪這一波很厲害啊 安迪最近狀況好像也蠻不錯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補下了一個軍營 補了一個採礦一滴 補一個挖石頭 可能要來插塔防守 因為 朝鮮人通常都會打一個封箭塔工工 或是裝甲塔 封箭裝甲塔 但裝甲塔這個招數已經 在現在的環境來說已經相當少見了 很少人會去打裝甲塔 裝甲工兵或是裝甲漏馬 不是裝甲漏馬 這個塔工工 或是箭塔配漏馬的打法 可能還比較多一點 裝甲部分現在是越來越少 好那這邊破西米亞 果然還是要選擇一個正常的升級方式 還是目標是職程喔 這邊看一下 蓋箭塔應該沒問題 這裡早就已經挖下石頭了 槍並野戰 但是沒有補射箭場的關係 所以現在農田暫時還蠻穩定的 沒人要去捕魚 好那這邊朝鮮轉出來的東西是毛兵 臭命其實打起來不痛 而且這裡有個小小的問題 這個箭塔蓋在了房子的中間 是為了想要控制最多的建築物的關係 所以才蓋成這樣子 但是現在這樣子的話 Hera就可以拿一隻村民 從這個縫隙進行進攻 這樣子朝鮮的箭塔很快就會被打掉 朝鮮這邊能夠守住嗎 村民稍微修理一下 這隻正在進攻村民腳棒一下 讓另外一隻村民過去去打一下 好那安迪就要一直控制這些村民跟毛兵去秀操作 Hera把這一根箭塔往外伸插出來 結果這裡直接使用村民 村民 瞬間移動之術 把這個箭塔裡面的村民放出來 Hera正下方的箭塔可能也要爆掉 好但現在以箭塔的優勢來說 Hera是更有優勢 而且都在自己家裡 這邊一個關本獸 朝水人 安迪哥 是不是要出事了呢 好這裡趕快再圍 後面再補一個房子 先拉村民去扁攻兵 讓這些村民都在TC的射程範圍內 還有亮王塔裡面 哇 安迪哥一個弄巧成爪 覺得自己是攻擊的另一方 結果自己是被狩獵的那一方啊 有點炸裂 這一波是Hera的大獲全勝 四隻村民拿下 還拿了一隻工兵 好這六隻毛兵 繼續輸出 應該還是稍微控一下 待會要挖黃劍的時候 再拉村民去打架 先過來控一下石頭 再往回打一下 再往回打一下 這裡的毛兵都相當殘血 最後把Hera逼退回去 補了一個馬舟 好有馬就 再補一個兵工廠 好有 兵工廠在上面 就可以升城堡時代了 那現在缺乏的東西是黃金 這邊要找個機會去挖下黃金 黃金現在被稍微控住 拉個村民去打下 毛兵應該就可以逼退了 好 拉村民過來打了 過來打一下 兵一下 好這裡一隻槍兵過來騷擾 好 朝鮮這邊買賣一波 一頓操作 想要趕快升到城堡賽 趕快補下這個城堡 出馬戰車 那波西米亞的重點也是 也要趕快去補下自己的城堡 出馬戰 出這個波西米亞戰車 波西米亞戰車跟朝鮮的馬戰車 兩邊對打情況下 通常是波西米亞會具有優勢的 朝鮮人則是有移動上的 移動的優勢在 但是並沒有 像波西米亞這麼高遠方 好這裡看一下能不能追進去 哇 哇 走得進來了 這邊稍微看一下 用一隻肉馬 稍微給對方有點小小的壓力 哇是兩隻肉馬 好賺了兩隻肉馬 把這個毛病給逼退 好 村民繼續挖金礦 但朝鮮人已經升級上去了 HERI趕快補一個市值 稍微買賣一下 但要賣石頭嗎 感覺賣石頭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把木頭賣掉就好了 OK 木頭賣掉 差一點肉 墊下城堡時代 石頭一定不能賣 因為賣石頭的話 波西米亞待會升城堡時代 就會很難受 朝鮮人目前損失了四村 經濟上來說 一定會比波西米亞還要再更差一點 那為什麼現在朝鮮人資源上沒有輸呢 是因為他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去挖石頭 那我們剛剛開局有說 這個朝鮮人的挖石頭速度很快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這個經濟面表 並沒有輸太多資源 主要是因為這邊石頭挖的特別多 這邊想要蓋一根箭塔 控一下 這邊只要補一根城堡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看一下 洛馬直接手撕槍兵 這裡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過來想要蓋寶 但是HERI這時候是還沒有辦法 蓋一下自己城堡 還需要二十幾秒 朝鮮人在第一時間想要直接蓋這個高地 好趕快灑農田 哇 空了一下 哇再空了一下 哇又繼續蓋 好往前補 再補個房子 讓安迪沒有辦法下城堡地基 OK拖到城堡時代 哇 哇 HERI這一波打得很漂亮啊 好 洛馬直接擋在村民前面 哇 這邊安迪死傷有點慘烈 好 這裡趕快補城堡 喔 城堡地基 終於拍了下去 那HERI這邊 城堡沒有打算要補在正面 可能是要去對方家裡補了 要呈現一個對差的局面 你插我TC 那我也來插你TC 我們兩邊互插 答案第一 這裡也可以趕快去補下 地基的位置 這個位置沒有辦法深入進去 好 後面這個建塔快要蓋好了 好 右邊的城堡建起來 開始挖礦 好 開始搬家了 找了一個修道院 跟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清醒投石車 按了一隻騎士 現在兩邊非常的混亂 雙向進攻 哇 但大石劍塔傷害太痛了吧 好 趕快收村 解下這根劍塔 村民可以拿下嗎 可以 好 好 那右側的TC 應該是完全放棄了 馬戰車這裡還不趕快按 趕快先按個一台 好 但這個地區 還是被防木建塔給射射 所以看要不要 趕快破門而入 進攻裡面的城鎮中心 那現在破西米亞也趕快按戰車 但是破西米亞戰車需要木頭 跟黃金 所以現在沒有木頭的情況下 要趕快開個伐木場 好 生旅也要趕快按 因為生旅不按的話 馬戰車就會進入無雙狀態了 好 好 直接走到最裡面 空住了HERA的所有經濟狀況 但是他經濟都在中間的位置 好 騎士進來 抓個幾村 裡面毫無防守之力 裡面甚至連修道院都沒有 稍微微一下 好 騎士現在是無雙狀態 想打誰就打誰啊 好 騎士現在在發呆 後面家裡 生旅在搬生物 村民放出來 繼續伐木一下 好 先開個伐木場 好這邊想要溜進去 這裡是有洞的喔 好像可以 安迪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走了進來 安迪 三隻騎士準備要來開Party啦 哎呀這個Party一開起來 就只能說春了 好後面的城鎮中心 一開始快要被解掉了 但是HERA來說 還是進攻那一方 投資車暫時沒有拉過來 去硬撿 騎士被射指了兩隻 有點小虧 這裡挖金框 準備補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暗地的經濟有點炸裂 雖然城鎮中心還保住 但是資源已經分佈得非常糟糕 甚至快有斷寸的情況出現 馬戰車的數量只有4台 來看一下體質喔 普斯外戰車是7點遠防 射程是6點 那馬戰車的話 可以透過射程加2點 這個射程 所以就變成6點射程 跟波西米亞是一樣的 那波西米亞戰車是10點傷害喔 所以馬戰車的問題就是 需要透過升級2防之後 傷害才會跟馬戰車一樣 跟波西米亞戰車一樣 但是遠防呢 馬戰車是稍微弱了一點 所以馬戰車跟波西米亞戰車 互打的話 馬戰車通常是屬於劣勢狀態 而且馬戰車有一個很明顯的弱點 就是不需要救贖思想 就可以直接招降的單位 那波西米亞戰車 你需要靠僧侶招降的話 是需要研發救贖思想的 所以這對於超限人來說 就是一大的痛處啊 所以不管怎麼說 波西米亞這個五國命 真的是蠻做壞的 這邊著想一下 投石車掌個一發 但是波西米亞戰車非常害怕投石車 所以超限人只要有支援 產出一台投石車的話 戰車的問題應該是可以稍微擋一下 但是騎士的部分 還是要靠僧侶 這邊HERA 就去用自己的僧侶 去給馬戰車更大的壓力 下面農鐵已經偷偷展開 甚至補下了兩個TC 衝車在前方 開始拆除 周圍的違建 好 投石車過來了 再一發 哇 直接半血 再一發就要倒了 趕快騎士拉走 回頭 要打嗎?不要吧 這個硬打的話 不會有好下場 想要秀 但是被秀 秀了個寂寞 馬戰車再次給HERA更大的壓力 中間又再次開了過來 又招搶到了一台馬戰車 而且是滿血的 這隻生侶 還可以招搶嗎? 還可以招搶嗎? 回頭招搶一下 好 馬戰車數量越來越多台了 現在家裡的狀況不是很熱觀 這裡一台自爆桶 炸下聰明如何? 哇 來不及炸 招桶被招搶過去 好 HERA這時候點下了 這個瞭望技術 增加一下視野 看起來 後方馬戰車 給到HERA的壓力並不是很大 反而是正面的安迪 在城鎮中心 開始有點危險了 這裡又按了一個炸藥桶 這個炸藥桶是按什麼意思呢? 是不小心按到的嗎? OK 下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好 炸藥桶要來了 但是炸藥桶到底是要來幹嘛 有點不太懂 他不太害怕 因為這個TC就可以射掉了 好 現在試探馬戰車 繼續把這個血量給拿起來 順利繼續出 波西米亞這邊準備點下 帝王時代了 好 看起來這一把 是一個帝王勸退局 找有帝王時代 波西米亞就可以產巨型頭司機火炮 這個出炸藥桶是在BM嗎? 呵呵呵 製造煙火秀啊 好 這裡 僧侶會被提西射到 但是安迪好像沒發現 好 波西米亞人也點下了救贖思想 這樣就可以著想頭死車了 好 左邊有一個小動作 頭死車砸了一些村民 村民死了三隻 招桶過來 用僧侶招想一下 自滴 好 僧侶已經有了救贖思想 趕快來招想一下頭死車 頭死車想要第一時間反擊 打了一下右邊 起程攻擊殺掉的意志 但第二台頭死車 沒有辦法自滴掉 完了 朝鮮知道這個情況 有救贖思想怎麼辦 兩台頭死車直接送給了對手 好 當然這邊馬戰車 艾斯沒有放棄 想要突圍 招想一下馬戰車招 四塔馬戰車可能都要被招想了 沒有前程科技 哇 三台拿掉 第三 第四隻有機會嗎 有機會 再摁一下 哇 四塔馬戰車變成八台了 好 左車的部分 從車過來安迪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這場也是蠻精彩的 兩邊對插寶 那HERA直接棄手原本的承認中心 結果農田都忘記要刪除了 直接送給了安迪 但就算送給了安迪 自己也快要升到帝龍的時代 左側這個位置 有救贖思想的關係 頭死車 沒有辦法正常量產 遇到衝撤的部分 就很難去解決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夫妻米亞人HERA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至少贏了7000支援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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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